仰望星空 人似乎是那么的渺小与无助 回首来时路 又有多少的悲欢与离合呢 虽然在当今社会里 医学与科学已经是相当的发达 可是自然灾祸难免 生老病死无常 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 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 这种人与自然结合的完美境界呢 天人合一难道只是一个梦想不成吗 好观众朋友 让我们走进细语人生 这个系列节目中来 一起来寻觅 各位观众朋友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约请到的这位嘉宾 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不用我介绍 您对他呢一定都不陌生了 他就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关桂敏先生 关桂敏呢 他是中国国家一级演员 在音乐界呢 享有高音之王和中国的帕瓦罗蒂的称号 他在中国大陆呢 曾经多次被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评为最受欢迎的歌唱演员 在世界青年艺术节上呢 曾经荣获最高艺术成就奖 他呢曾经被获得美国名人传记协会 九发最佳男子奖 或英国剑桥专记协会 或二十世纪成就奖 关桂敏先生 非常欢迎您今天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真是很久没有听到您的演唱了啊 今天呢再重新听到您的歌声呢 真是和当年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您的声音啊 依然是那么的清澈 音色呢依然是那么的优美 我以前非常喜欢听您的歌 当时您唱的几首歌曲中 曾经有烂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青春啊青春啊青春 还有我们的明天笔没甜 是 当时就在社会上是非常流行的 这几首歌曲 我想问一下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您的这个艺术生涯的呢 我是1978年元月1号调到中国电影乐团的 中国电影乐团的 原来呢我只是在山西一个小城里的一个工人 是吗 您是怎么样到这个电影乐团的呢 中国不是文化大革命吗 后来七八年就尾声了就结束了 然后呢那时候我在这个72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就喜欢声乐嘛 你从小就喜欢声乐了 对我从小是喜欢的是音乐 但是我是在搞乐队 我曾经吹过小号 拉过小提琴 也拉过二胡 当然都是业余的了 后来我又改学声乐 到1972年的时候 就是有人觉得我声音不错 就推荐我到北京来考试 陆陆续续的呢 考了六年 你要知道在中国 在那个年代 那个户口的调动是非常难的 对 而且就是说 您想要成为一名歌唱家 那也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而且在当时大陆的人啊 很多人都是非常对这个音乐 这方面都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对 全国的人都要去北京考嘛 是是 所以我就这么陆陆续续考了六年 而不是六次 这六年是无数次 北京的这些文艺团体呢 基本上都考验了 是吗 怎么说呢 我当时就觉得我自己的声音呢 我通过录音啊 觉得没什么问题 就是想 我也能跟这些歌唱家一样 比如说当时有著名的一些南高音歌唱家 我觉得我觉得跟他们 可以将来可能跟他们进行 比试一下 比试一下 所以我这个决心呢 就是老去考嘛 到1977年的时候 就是同时有几个团在调我 就是包括铁路文工团啊 还有总政支部军乐团啊 还有当时的什么铁道兵啊这些 还有其他的一些团 我都在想要我嘛 但是最后呢 我选择了电影乐团 电影乐团呢 一个是办事就比较 当时比较快 手续比较快 再就是我当时 我觉得我自己形象比较差 不会吧 皮肤也比较粗糙 所以呢我想 给电影配音吧 在幕后 也不需要 我看到您的台风真的是特别好 也不需要出图像 所以我当时我就喜欢去电影乐团 这样呢 我就1978年 正式到了电影乐团 那您在这个考试电影乐团 之前啊 您没有到过音乐学院去学习 是没有 但是我是在业余的啊 跟当地的歌舞团的演员也学过 我也是 那时候就是年轻嘛 长途跋涉 到省城 找到山西大学的 那个当时的是副教授了 就是一个叫邓英一的老师 我再跟他学过声乐 这样呢 也算是学过一点吧 后来到了电影乐团以后 我才正式到中国音乐学 去进修 那么后来您唱歌 您有了今天的这个名气 您是一唱而红呢 还是经过了这么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过程呢 因为我呢 从小在这个音乐方面积累的比较 还是比较多 搞乐队搞了那么长时间 从12岁开始起学乐器 又在业余演出队的乐队呢 待了很长时间 声乐也学了好几年 这样下来积累的比较多 所以后来到电影乐团以后呢 在1979年的时候 就录了几首歌嘛 大概大家也知道 当时就刚才讲的那几首歌 都是79年录的 非常地好听上口 在二七八零年 年初的时候 就是这个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和歌曲编辑部啊 发起的就是全国听众喜爱的歌曲 评选 其实纯属群众投票 当时一共15首 那我在里头就是 起码占了两首半吧 怎么讲 两首半呢 就是因为有一首是和音秀梅 合作唱的《青春》和《青春》 二重唱 对 两个人唱的 那只能算半首吧 当时呢一共15首 大家知道当时最红的 女歌唱家是李古一 她有四首 那我就差不多有三首 从来没有一个名气的一个小萝卜头 一下就拿了三首 人们就很惊讶嘛 真是不容易 我觉得真是上天赋予您的这个才能啊 结果后来呢 我们电影院团也说 我是爆发户嘛 但是爆发户 也可以这么讲吧 就是一下就爆发出来了 但是在下面的积累 是个艰苦的过程 对 长期积累的过程 对 在这个名气的面前 她的背后都有她的 很辛苦的 很多的这个辛苦和辛酸 嗯 关闭先生啊 我昨天啊看到您这个 参加这个法轮功之友的这个音乐会上的演唱啊 我当时一看啊 哎呀 关闭先生 我真是能够重听她的歌声 真是那种心情 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么 我想问一下 您在 您是参加这个演唱会 那么您也是一个法轮功的支持者吗 那么您也是一个法轮功的支持者吗 呃 我是一个法轮功的修炼者 哦 是吗 嗯 我是练法轮功已经到现在是六年多了 嗯 您是哪一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 我是九六年三月份 哦 那那个时候 你还是很有名气的人 你怎么会突然间对这个修炼产生兴趣了呢 嗯 这也是一个过程 嗯 我呢 在艺术界都知道 是个身体非常差的一个人 是在1983年 过春节前夕 嗯 这演出 有一天休息 我家离这个 地安门很近 我就去 这个 逛逛街嘛 正好走到一家药店 我就进去了 本来是想买一点治嗓子的药 嗯 当时就是 嗯 要演出了嘛 声带用的很多 润喉的这些 潸大海之类的 对 其实我一进去以后呢 那里头有一个医生在里头给人诊脉嘛 我随便就往那一坐 他一诊脉呢 他说 你身体不是很好 他这么跟我讲 我当时也没在意 后来他一看我是关桂敏啊 嗯 我那时候有名气了 嗯 他说你现在演出多吗 我说 很多 我说 春节的安排比较 比较忙 他说你不要再演出了 他说你赶快到医院去查查你的肝 嗯 所以我呢 就趁这个演出的休息的时候 我离积水潭医院很近 而且也是积水潭医院合同医院嘛 当时 我去了以后 一查 果然 肝功能不正常 后来有人就介绍的我呢 到北京空军总医院去 一检查 医生说你住院吧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肝确实是很不好 他们诊断为早期肝硬化 嗯 后来他们叫我住院呢 我也不理解 可是我还是听医生的话住院了 嗯 医生说你的病没有什么好办法 就是只能说保守治疗 嗯 那那个肝硬化 它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的 你如果保养的好 可以发展的比较缓慢 它就是要 按照什么程序走下去呢 肝硬化 肝癌 肝腹水 有的医生甚至劝我 说你一定要改行 你夜里又要熬夜 这个肝病是熬不得夜的 说你 嗯 还是 改行为好 可是我呢 你想83年 我刚有点名气 而且当时 到处在请我眼中 对啊 我心里总是觉得 哎呀 我奋斗了那么多年 对 你知道我很艰苦啊 考了六年到北京 总是觉得哎呀 感觉还太可惜了 对 所以我就决心 要把这肝病治好 所以我就到处去找医生 到处去找这个名医 当时我有点名气嘛 人们也愿意给我介绍这些名医 我找过很多医生 可能好的方法都介绍给你了 对 作用不是很大 后来有人呢 介绍我这个偏范 民间的偏范 你说这种土办法 这偏范有没有用处呢 好像是有一点作用 但是呢 解决不了问题 疲劳感是随时伴随着我 最严重的时候 我可以这么讲 我上街走20分钟 满头大汗 你说这个肝病它是什么感觉呢 就说你站着想休息 那你坐着 坐着你还感到疲劳 疲劳呢 你说我躺着 躺着还是疲劳 它就这个症状 那你对于这种肝病医院 它没有更好 更有效的治疗手段 当时是没有 后来呢 还有人介绍我到长春 就是给这个溥仪皇帝 治过病的一个老中医 我在长春 1984年的春节 我记得很清楚 是在长春度过的 在那里住了大概 两个月 医院还是多长时间 我大概就差不多吧 就每天吃它 给我开的中药 嗯 作用似乎也不是很大 后来呢就有人 劝我去练气功 他说你这些都不行 你要不去练练气功 当时我就去报了名 交了一点手续费 到84年的时候 我一边演出 一边就是在练这个 各种功啊 气功啊 你练了以后 似乎是好一点 哎 呃 原来走20分钟 呃 就就满头大汗 现在可以呢 就说呃 走这个 嗯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但是下去演出 也可以了 但是呢 人家活蹦乱跳的 去玩了 就是演出之余啊 尤其是到呃 到一些边远山区啊 去维温啊 他们都去名声古迹啊 去去游览啊 嗯 我不能去 嗯 我只有在家里 躺着冰床 躺着 躺着床上 或者休息 整天 就是为了这个身体啊 就是要 随时要注意 没有办法 就这样过了 很多年 就是维持 但是不解决根本问题 嗯 这样一直到了 1996年 过春节 再一次 就是一个呃 演出的 时候啊 他们都知道 我在连起工嘛 这都是公开的 都知道我身体不好 嗯 有一个女演员 他说啊 你这个不行 你练的这么长时间 你差多了 嗯 他说我认识一个人 嗯 他比你练的好 哎 我说谁啊 我这个因为我 我到处在寻找这个东西 嗯 他说 你大概也认识 也是在演艺节待过 嗯 我说你能不能 把电话给我 嗯 他说可以啊 他后来 他就把电话给我了 我就给这个人打电话 我说你在练什么功 他说我在练法轮功 就这样 我去找他 我说我就想看看 法轮功是什么 就我认识的这个人 他后来又带我到 另外一个练法轮功的 学员家里 嗯 这个人给了我一本 转法轮功 所以我就回家 就开始看 那你练了法轮功之后 多长时间 您感觉到这个身体恢复了 健康了呢 嗯 很快 嗯 就 就好了 而且 这个不用去医院了 你 你感觉怎么样 比如说你原来很疲劳 老有疲劳感 现在没有 就是说 我如果说 嗯 夜里只睡两个小时 过去是绝对不可以 第二天一定是 一点精神都没有 嗯 但是呢 现在 却没什么 所以法轮功这个 是奇迹嘛 嗯 所以超乎人们的这个 呃 常规以后啊 他们就不会相信 就是你在胡说八道 但是我的亲身体会 就是这样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这种体验 是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有的 不是我一个人 嗯 包括我太太 她也是 原来腿也不好 嗯 现在走路一身轻啊 嗯 这是事实 嗯 您看到这个 《转法轮功》啊 这本书之后 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因为我以前呢 看过很多书 嗯 包括 嗯 道家的一些修炼法法 当然这个 你七功 你你练多了以后 你必定需要去寻找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什么书都看嘛 看了就是 呃 不明白 嗯 觉得很复杂 结果后来我一看《转法轮》 哦 原来是这样 哦 那就是说 您读了《转法轮》这本书之后 您就 什么都明白了那种感觉 是不是 对 很多人就明白了 那您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你比方说 嗯 巴比伦塔 他上帝不让人造起来 我原来就不理解 而且我也问过基督徒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说人太狂妄了 嗯 实际上 我现在的理解就是说 人如果用现代科技手段去上天 是不可能的 只有修心 去掉你那些不好的心 提高道德 这样才可以成为到另外一个空间去 嗯 因为你想想 一个人 他满身是争斗心 满身是嫉妒 他如果到天上去 那是天上也打乱 他不可能让你上去 只有把自己的这些不好的心拿掉 你才会进入那些天堂 如果你用现代科技手段 那你到天上干什么吗 那不是大乱吗 宇宙大乱 他绝对不会让你去的 所以我原来呢 对这些不理解 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这举起来是太多了 那关先生啊 我问你一下 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 您的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说 什么叫身心健康 过去只是一个美丽的词照 现在我才知道 这个叫真正的身心健康 就是说身体也好 心理健康 没有那些阴暗的东西 然后想到我要去做什么 坑人 或者是多赚人家钱呢 多讨人家便宜呢 或者骂人呢 没有这些 你看法轮功 真正的法轮功学员 抽烟喝酒吸毒 贪污腐化是绝对没有的 除非 他是一个假修炼的人 那就是说在这本书里面 他都有怎么样要求 对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人 他有一个心理上的要求吗 他是这样 就是说 这本书只是指导你去怎么做 你做不做是你自己的事情 他不强迫你去做 比如说 他说 不可以杀生 不能随便杀生 也不可以自杀的 自杀也是杀生嘛 但是你要是在家 你不听你 你说我练了法轮功了 练了俩院 我自己自杀了 那谁也管不着你啊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不按他的做 那已经不是法轮功了 只不过他就是跟你讲了这么一个理 你谁愿意按照这个理去做 你尽管去做好了 你如果不愿意按照这个理去做 那是你自己的自由啊 那假如说 你没有按照这个法轮功这里边的这个道理去做 刚刚您谈到那个修炼这个心 那说没有按照这个去做 那身体还会不会得到健康呢 我想不会的 你光练动作 这个转法轮里头也讲了 那跟做体操 还不如做体操呢 那你干脆去做体操好 那就是要提高你的道的心性修养 就是说做一个高尚的人 这样你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健康的心理 那你修炼了之后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名利情都看淡呢 当然 中文法轮这本书告诉你那么一个道理 它只是说你把这些要放淡 就是说你这个心不要那么紧嘛 比方说像我们过去 总是谁排名啊 谁打谁打头牌啊 排名第一啊第二啊 你总是心里很紧张嘛 比方说每年的 比如说重要的露面的这些文艺晚会 有你还是没有你 或者你准备了一年 春节文艺晚会没让你上 有些人自杀的心都有 何必呢 没有必要嘛 就说你自杀 地球也是要转 太阳也是要从东边出来 你不自杀 它也是要从东边出来 是你自己找的嘛 没有就没有了 不要去跟人家争斗 就是要一种平和的心态 去看待这些问题 那些名有就有了 没有也就没有了 无所谓了 就是名利能怎么样 都是短暂的 就像我们这些名演员 你年轻的时候 红的时候也就那么几年 你想想 喜新厌旧是人类的共性啊 观众是说是有情 实际上是很无情的 你想想 掌声和香花总是像着新人的嘛 等你人老猪黄 一张老脸 他就不喜欢看了嘛 那时候对你非常冷落 你如果心态不平衡 总是怨天忧人 总是愤愤不平 没有必要 然后就在这个 在一起啊 或是因为曲目啊 或是你唱这个歌了 你把我的歌唱了 甚至有的演员动手打起来 这是在我们文艺节有啊 还有就是说 春节文艺晚会 或者某个重要文艺晚会 没有让他上 在家气得大哭啊 像疯了一样 准备了很长时间 给砍掉了 其实这个没有必要去 那如果这样的事情要碰到 您现在会怎么样呢 我现在无所谓啊 你让我上 我就上 你不让我上 我很高兴嘛 这就是你修炼之后 对这个名利的看法 那冠先生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您刚刚说 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 您这个身体 从一个吃进了 这个中医的名药 可以说看进了 这个中西医名医 都没有得到恢复 那么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 很快就得到了 这么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中国在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宣传说 法轮功使1400人致死 这是又怎么回事呢 我想啊 法轮功不是保险箱 因为每个人想什么 你不知道它嘛 比方说 人的生老病死 是天给人定的嘛 不是说你生活 生活在世上 你就不死了 如果假如不死的话 地球上是装不下了 它就是这么个机制 你就是要死 可是修炼了法轮功以后 它的寿命会延长 就说1400例 或者后来报道的说 1600例 9年到10年的时间 就按官方统计的数字 说200万人 其实这是一个 很说了水的数字 在这个 在打压法轮功以前 那是统计的是7000万 6000到7000万 国内 后来又说是200万 就算是200万 10年期间 死了1600人 大家可以去统计一下 算一下 它的是多少 百分比是多少 十分之一都不到 大概是这样 我没有仔细算过 但是我大概想是 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是大大的低于 正常人的死亡率 而且这些人 究竟是不是都是 真正的法轮功学员 不敢肯定 是有那么低的死亡率 我觉得反而是 替法轮功做了宣传 那么说 法轮功在他去病健身 确实有他神奇的功效了 对啊 好 关先生我们还是 回到前面的话题 因为我想今天 您能在电视机上面 请到您 这也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想您能不能 为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唱一首您的歌曲呢 我最近经常唱的歌 是 就是 那就是我 海外华人嘛 都是思乡之情 所以这首歌呢 就是 思念故乡的一首歌 好 那 请您给我们的 观众朋友唱一首 我想今天真的是 观众朋友的荣幸了 唱一点吧 好 我思念 节目 都意塌 好 是 都意买 妈妈 如果有一朵 浪花 向你微笑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 还有河边咫尺唱歌的水墨 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 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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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真的太谢谢您了 关先生 太谢谢您了 我想关闺平先生唱的这首歌 真正的是唱出了我们海外华人 四面故乡的那种心情 关先生 就我刚刚提出的这些问题之外 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吗 我希望就是大家静下心 多去了解了解 不要说人说什么 我也是说什么 人云也云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可取 就像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政治斗争一样 比如说我们也还打倒过刘少奇 可是后来想想 我们无知把刘少奇害死了 刘少奇是国家副主席 国家当时已经是国家主席 都没有 都得不到信念 而且有些人认为 现在就说 哎 中国就这样 你这个 你要是讲真话 说反不承认自己的错的话 你也会这样下场 可是他就没有想想 有一天他自己也会轮到这样 就像我 一个演员吧 突然之间 一夜之间就成了敌对势力了 我怎么能理解呢 我不知道 我就因为练了法轮功 我就为了身体健康 就成了敌对势力 我不理解 好 关先生 非常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来 真是太谢谢您了 谢谢 谢谢 希望以后有机会呢 能在我们的电视节目中 为我们的观众朋友讲一讲 这个声乐方面的知识 以及怎么样发音的技巧 好吗 好 好 谢谢您关先生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呢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在下一次节目的同一时间里 我们再会 着您的视频 您的视频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